MX5 MX5 其实很多人会问这个问题 一年大概差多少钱 其实有一点难预计 如果以目前的状况来讲 一年应该会差10万至15万 但是这个未来的状况 没有办法预计 其实有很多的消费者问我这个问题 说小师傅想买哪一台车 那我如果开一年开两年以后 会剩多少钱 其实坦白讲 站在外面的车行 跟你讲少少的就好了 不会啦差没多少啦 差个三五万块而已 反正怎样 你开一年两年之后 你回来说 不好意思现在没了 现在没了 我现在失去很百了 对不对 那到时候的事情 这没有一个promise在里面 你知道吗 他不会签合约说 你开一年之后 我保证回收多少钱 也没有签合约啊 只是口头上说啊 然后就说 那个交信差没多少 这种车行情很稳 很保值 随便他讲 到时候反正 你不开收再说 没有 那雇的车况不好 你如果把我们勾到这样 粒粒粒 他有千百种理由 可以不用跟你回收 你当初不是跟我讲差多少 不是 陈先生 不好意思 我现在就没钱 我电快倒了 他也可以不跟你收 说他没钱就好了 对不对 所以其实 有时候消费者问这个问题 是想要有一个强心针 可是 我真的坦白讲 很多强心针都是谎言 小智哥请问一下 脸书很多车商不报价 怎么问就是不报 没有啊 不报价就是希望你去吧 因为他觉得你在比较啊 我觉得是这样啊 我觉得我们这样 虽然有点比较自大一点 可是我真的认为说 我再跟大家解释一次好不好 因为还是久久会有人抱怨 那这个我们减金滑出来 让更多人看到就知道 像礼拜一的时候 我们会上架在FB 然后会请人家思绪 那这个动作不是我们不给你价钱 而是为了要 让我们的粉丝专业有互动感 这个也许牵涉到这个 FB的一些推波机制 我不知道 有时候觉得说 如果不用这种方式 po一台车上去 几个赞 几个分享 冷冷清清没有留言 感觉这个粉丝业很像死气沉沉的嘛 那我觉得有一些私讯什么什么 会比较热络一点 那另外也提供给 想要买这个车的消费者看 这车很多人在问 我如果喜欢 我如果刚好是我需要 我得赶快约去看车 这是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做 的一个原因 那当然 到礼拜三呢 我们就会把 还没有卖掉的车 剩下的车 移到我们的官网去 所以我们的官网是每个礼拜三更新 就是礼拜一 因为通常我们礼拜一上去 我们礼拜一跟礼拜二会有很多人马上杀来看车 因为刚好礼拜一遇到了他 心仪已久的车 一直在等小四这边出现这台车 这个本来礼拜一应该是很忧郁的 Blue Monday 就看到小四刚好 上了一台他要的车 上是上架 不是动词 不是上了一台他要的车 然后他就赶快冲来 礼拜一礼拜二就赶快来买 所以通常礼拜一二会有一波销售 然后礼拜三呢 还剩下的我们就会 上架到我们的官网这是我们的原因 那为什么我们会直接报价是因为说 我觉得大家的时间都很宝贵 所以我们把资讯弄上去 那后面看官网的人就可以知道价钱 那坦白说其他的车行或是一些跑单帮 并没有那么多的关注他的人 或是他没有他的客源 甚至他没有一个招牌作为背书 没有一个基本的知名度 所以他们销售上面是比较辛苦的 所以他们就必须要用很多的花招 来行与消费者来 万一他跟你报价 你看小四有一台 小四甘板的东西也才买多少而已 你就卖多少钱了 那我去小四那边买就好 他就没机会了 然后第二个是说 有一些店家他一台车有很多人在卖 所以他们都不打价钱 为什么 他等你到现场看看你是好不好处理的人 他才决定要给你开多少钱 要赚你多还赚你少 大概我觉得不刊登价钱就是这个原因 甚至也许有些人他会觉得说 反正你只要喜欢这个车 你应该会来现场再来跟我谈价钱 很多不一样的想法 反正其实我觉得那个就是一种销售的做法而已 刚刚我看有一些网友留言也没有错 其实我觉得车子就是一个必要性需要性 有需要有必要你再买 那不要去管说现在正便宜或是正贵 或是怎么样怎么样想一大堆 这个我上个礼拜也跟大家分享过了 你像我有的朋友一直在说 房价会掉房价会掉 讲十年了他还在租房子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必要性 有需要就买不要去管那么多 像有些人说小四哥 现在是不是听说二手车正贵新车正贵 那我是不是就不要买车 那当然你现在有车用车还OK没问题 那当然你可以继续用没问题你可以等 那这个如果说你就是没车或车真的坏了 那你就是有必要性有需要性 那你经济也允许那你就买你管那么多 八代喜美跟二代马三怎么选 你撇除掉外观跟内装个人喜好的话 我是会选八代喜美 因为其实马三是在三代跟四代 之后的那个样子我比较喜欢 对我来讲 但认真啦你把那个外观内装那比较主观的 我们就单就一些引擎基建啊一些东西 我会选八代喜美 请问86的MX5拿来的手动闭路箱比较顺 都蛮顺的啊 可是MX5我是真的觉得他空间很小 86可能对我来说比较刚好 可是认真我觉得 开起来的感觉我比较喜欢MX5的手牌开起来的感觉 这每个人感觉不一样没有什么好不好 推荐的CUV小修旅 我觉得小修旅就那些车而已啊 基本上我觉得好像差异性不大 你说真的狂推猛送也还好 我们先讲日制好不好 我们讲日系的日系的CUV其实就那些嘛 大家很常见的 然后其实你问我说他的水准差多少啊 折价差多少保养差 其实我真的觉得差异性真的不太大 你就买你自己喜欢的就好 真的认真讲 你不要管网路说那个有什么小问题 那个有什么样 那个会漏水那个会怎样 其实那有那么多问题 之前在吵说福特引擎怎样 有怎样吗 什么漏水有怎样吗 FIT说生锈 有怎样吗 还不是卖爆 对不对 所以我真的觉得 没那么严重 而且我还是想要跟大家这个灌输一个观念 真的你的车绝对没有你想象中 你会开这么久 这是我还蛮 认真的跟大家分享 因为周遭太多的朋友 或者是客人 信誓旦旦 对不对 我一定会爱你到永远 对不对 离婚还带来没有 也是有啊 一样车子一样嘛 人都会变了 对不对 天黑人会变三分钱 七分片 你不知道吗 但我觉得不能怪消费者 因为 这个毕竟车子是一个 比较 高单价的东西 有些人甚至他第一次花这么多钱 买一个东西 对 因为房子不是每个人 这一辈子都有机会买得起 但车子一定有 对不对 所以 难免 会思考的比较多 所以你看小诗的直播 小诗就是要跟你分享 其实有时候 感受 感觉是最重要的 对不对 找对店家 或者是你看到一台车 煞到他 就这么简单 一切的流言 蜚语 网路做的功课 我跟你讲都跟 赛一样 你爱上了一个女生 你看到他 你就撒丢你 撒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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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管得了 别人说不要 他那个妈很破 跟你讲你管不了那么多 你还是要跟他交往 对不对 所以 感觉对了就要出发 感觉对了就要出发 不要想太多啦 好不好 要唱了 是我想太多 你从这要说 我短短的 十句话里面可以 插三首歌进来 15插串跟Outlander怎么选 看你的取向 你如果没有对于那个 开起来的感觉 有太大的 感受的话 那当然你 经济为考量 是X-TRAIL 我为什么会这样讲 因为我觉得 三菱的车子的 底盘 跟他的 避震器 开起来 比较有那种 坦白说我自己觉得 比较有扎实感 X-TRAIL我觉得他的那个感受 是比较偏 Toyota那一边的 那种 属于比较 温和的家庭用车 所以如果以 你开起来的感觉的话 我是觉得 30的开起来比较好 可是以长久 看起来或者是你对于 车子 真的好开不好开 你感受 不太出来 的状况之下 你只是家庭为出发点 或者是日常生活需求 经济为出发点 那我会觉得 S-TRAIL可能会比较好 Focus S-TRAIL跟 Carola Sport 小时会怎么选 我以前会描选Focus 我讲实在的 第一次说到Focus 影片的时候 那时候我真的觉得那个车就是 像这个某车评讲的 这车不买你要买什么车 因为他真的配备也好 开起来的这个整个操控感都很棒 然后这个 价钱也合宜 以目前看起来 算是诚意满满的一台车 但现在 久而久之看下来 我觉得两台车 现在 印象分数是差不多的 我坦白说 那唯一一个我觉得阿威斯真的是 后座有点悲剧就是 确实像我当初买MK3.5 信誓旦旦要开5年 实际满3年就换了八代Golf 我跟你讲 你的人生际遇会改变 你的薪水会改变 所以会改变是太多了 所以 不要想说我要 开到几年 我要开到怎么样怎么样 海枯石烂 三萌海事 海水会打 久头会暖 我们当天有 酒爪 不要想太多 你如果真的可以开很久 车子也很棒 也是很恭喜 但你在买的当下 你预设太多立场 今年的Artist跟Centra 比较喜欢哪一台 我认真讲 我以前讨厌Artist 但是他新的底盘 之后我真的觉得 Toyota这几年 真的还蛮认真的 基本上 Carola的车子 我大概 对他的印象 最好直到 最后一代美规的 Goa Carola 之后 我就再也没有喜欢过 Carola 不能避讳 他是一台 你站在经济角度 很好一台车 可是自从他国产化之后 我就一直没有喜欢过他 但是这 这几年 我觉得 坦白说 我可能会选Artist 对啊 S翠油 现在比较老的 其实现在很多老车 我都回绝了啦 其实我最近也遇到很多 还蛮经典的车 可是如果真的说 不是稀少到一个程度 以外 或者是说 有些虽然他很稀少 可是车主要卖的价格 也非常的 可观的状况之下 也可能没办法收 所以其实我最近拒绝掉很多 很多老车啦 当然数量稀少以外 价格可能还要合移 我可能才会考虑购买 因为 我现在真的有 非常多老车 放在那边都完全还没有整理 就是可能之前 大家都看过很多 可能在影片中有出现 你们可能也许都看过 都一直在放着 都一直没有时间去 整理跟拍片 然后新的车 又一直紧的状况之下 那 占了我 公司需要营业的车位 占太多 所以我 最近的筛选 就比较严格一点 所以我其实 拒绝掉很多了 关于这个总代理跟外汇的状况 我一律是推荐总代理啦 那不是说外汇不能买啦 我觉得外汇有时候就是 我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 我卖外汇车遭遇到的一些问题 那也不是说外汇车不能买 有时候你看 我自己还不是买 MASA AD是外汇的 可是有时候并不是每个人都有 这一些 比如说修配厂的一些 配合的店家 或是对修配厂有熟视 等等的 所以有时候在外汇车 你们在保养维修上面 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 或者是有可能要花更多的钱 或是等更多 等零件 等更多的时间 所以我觉得 一般人的话 我当然会觉得 如果可以的话 最好是买 总代理的 是最简单的 盒子STi连3.5代都贵 真的啦最近真的都涨价了啦 12年首排86BRZ 我跟你讲啦 也是现在缺到要死 现在我觉得没有六七十万你也买不到 我觉得应该也是要六七十万啦 而且首排我就更少 甚至你在8891 list拉出来搞不好没有两台 真的啦现在 这种方卡也缺车啦 野马也缺车 你知道吗 MX5也缺车 你不要不是只是那种 比较热销的国产车 日系车缺车而已喔 这种这个方卡 出去玩的那种油商玩水 这种奢侈品的这种车款 敞篷车算奢侈品 我想全缺啦 全部都涨价啦 你就算你看得到的也绝对比去年还贵啦 这不是我在操控的 我也希望买便宜一点但是没有办法 现在就是这样 那站在店家其实我很干扣你知道吗 我现在买的车都比去年贵我其实很痛苦 我其实我想说我是不要买 问题是我如果不进车上面那些小朋友 没钱赚没车卖 所以我很痛你知道吗 我都比去年还贵在买 然后我还是得 维持一个进出的流量 对我来讲我真的是觉得 很烦 在网路上看到Focus也有标价格 去二手车上看车发现一些代修问题上说 他知道我们开原车框也喜欢在整理给 有可能啊有可能整理就在加钱之类的 我不晓得啦 要看他怎么那个 反正其实很简单嘛 我如果今天一台车回来没有整理 我就可以把价格开低一点 那你在比较的状况之下 你会发现他的车比同年份 同款车 他怎么比人家便宜 你就去看了 照片拍都很漂亮 因为照片可以批嘛 刮痕批掉 对不对 然后你去现场看 便宜就车况不好 到处都伤 里面乱七八糟 我告诉你 这台我每天抓回来 你好运你运气好 没穿穿外面有一些车行 每台都把你撞得漂亮 你那头前 之前有人在这里烧炭自殺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你敢看他出来 啊 之前撞到怎么 外交二楼你也不知道 对吧 现在让你看 软软软 慢慢稍微撞到 不要紧 那我再处理就好 口擦 简单 代表现在让你看到 代表没有大浪 不然那浪质整理好让你看 你敢看得出来 对吧 不然我哪会破坏 不要紧我给你整理得好 不要紧 买这台就对了 好运气好 你看 里面你看 还有原子笔 你看这一看就知道是压变的 压变的你知道吗 压变的 压变的 压变的压变的压变的压 我告诉你 那就是上班上下班你用而已 对吧 那不早入乎呢 早入乎又不同了 我告诉你 时间到了就保佣 都叫完手 完手 有人叫他 他就完手 他就完手 不然你省 我告诉你这个人家 我告诉你这个人家 我知道 那个人家到我去吃 好 在压变的压变的压变的压变 人家说 今天是你好运 我还没经理 我如果去经理出来 回来 不是这个家序 我们才刚刚拿回来而已 你每个人找不到这个家序 如果经理 看花多少 不要紧 我开最小的 你想 我们口车 在台车的家序 跟你自己去扣多少呢 你去买自售什么外面 FBA FBA FBA自售的 你想说 整个人要跟你经理 我告诉你 不合 你们经理 没有比我们经理 比较少 我们这个经理 真的 我们这一个月 都要让他做几十台 那都熟了这么久 我们有同行的介绍 你知道吗 等一等一 我 我又摘摘摘摘 好啊 里面穿一摘摘摘摘摘的 你有带着两斤吗 不要紧 我叫我们年轻的 带你去买就好了 没关系 没关系 里面坐啦 我泡茶给你喝 好不好 我才泡茶给你喝嘛 里面坐 没关系 等一会 我带你去买 没问题 嘴巴好酸喔 不是我就忘记刚刚他问什么问题了 对啦 他说 没整理啦 对没整理啦 就类似这种状况嘛 对啊 就没整理啊 没整理有没整理的卖法 陈大哥出来人数多10% 干啊你们只是想要妈的看檳榔城直播而已吧 怕我现在应该要找我嘎一脚 突然想到上一台车卖给车行结果等到交车时把原本给车行估 看到的轮圈 换回原厂结果被扣钱 这本来就是啊你要讲好啊 这个我们上礼拜也有 提到这个关于改装品的部分 其实大概就是这个一个讨论嘛 对不对 你要卖他的车是现在这个样子 因为 你开来给我估 我是以你现在的样子估啊 你要猜你告诉我没有 我们可以现场讨论 可是我觉得你这轮圈蛮好看的 不然我给你估高一点 对不对 你要猜喔 好不好不然那猜的话不然就多少钱 好不好大家一个讨论就好了 没有你原本就是这样 因为其实 有时候 你多一道伤痕价钱都会重弹 上次有一台宾室一个新手妈妈 他把他的宾室卖给我 结果他不小心这个 我跟他签约等他新车交车大概 隔一个礼拜吧 结果他不小心又去A到一痕 紧张到快哭 你讲小时怎么办 我不是故意的 很紧张 你不要动得太气好不好 不就不小心A到 寶桿A到一痕而已 不用那么紧张 你会不会扣我很多钱 没有啦 那个我们烤漆几千块而已 你不用 动到胎气 我怎么承受得了 对 不要那么紧张 因为其实 我们谈好的样子就是这样 你有任何改变的时候 那价格本来就是要在意 行车记录器 GAMI导航 这种客人卖会拆吗 没有我们都随便客人 客人要拆我们就拆给他 因为我跟你讲真的 我其实都很不建议 拆这种行车记录器导航 第一个那个都旧了 你现在行车去拆下 你想说 我暂时没有用车我过两年 我跟你讲你买新车你也不会装这台旧的行车记录器了 你一定是装新型的 行车记录器这种东西 日新月异 电子的产品一直在更新 你这台车用 用的这个行车去用个一年两年再已经是旧的 什么时候坏掉你也不知道 我在这边再宣导一下 大家有空 一定要把自己的行车记录器的 SD卡拔下来 电脑 读一下看 最近更新是 是什么时候 有的你车上行车记录器 其实早就没有在录 你都不晓得 你以为他 发动 看他有量就觉得他一直在录 搞不好SD卡已经坏了 都没在录 所以要养成一个习惯就是 定期的去这个 检查你的行车记录器 验证他到底有没有在录 据传台本在回归11代国外车 跟最新FIT一样的事情 小事你觉得 台本真的会再回归房车吗 这个我要替他讲一下 有时候听说啦 听说这个东西 台湾能够 卖什么车 进什么车 真的不是有时候不是他们能够决定的 应该都是总公司那边分发的 即使他很想要 11代10代 问题是 经过上面的考量 觉得你这个市场 进来加关税什么 要卖多少钱 卖不卖得动等等 有可能 就决定不给你台湾了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 其实台湾是处于被动的 再来第二个他如果真的再来卖 这个 喜美11代 价钱又是第2个问题 对不对 会卖多少钱 台湾能买不买得下去 我相信还是有人会买 我坦白说啦 那一定会有 只是 他们要去换算 值不值得 因为你一个车 开始卖了你后勤什么都要跟上 备料等等的 然后进来加上关税卖多少钱 卖了几台 那都要算得很清楚 对不对 要不然我卖这个是白干的 做白工的 那一定是要算的 我刚刚是讲那个 对我刚才看到 刚是讲拆那个 导航 咖咪那个 我是觉得 很多人会以为我们拆下来可以拿去卖 没有那个我们拆下来没有用 所以你要拆走你就拆走 我们只是扫垃圾而已 因为我不可能把装给下一个客人你知道吗 那真的万一那台车他开一开撞到了拿下来干没录 我就说我送他一台旧的记录器 结果害他 车祸没录到 是坏的 还是用没多久坏了 我就说 小师我这个人不是在差那一点点钱 你当初 你记录器你大可不必送给我 对不对 你现在害我我现在撞到了 没有录到小师你要负责 你怎么会送我一台坏的记录器 我觉得这个 很有可能发生 没事的时候就没事 他这个买的时候他花不下去行车记录器的钱 对不对 小师可是 我这个 已经 很紧绷了 我在装记录器5000块6000块我可能 还是小师你可不可以送我 对不对 我那时候如果看到他有相处 说我们也是好意说不然我那边有一台 拆下我看起来是还蛮新的 不然就送给你中古的 那你就先拿去装 要不然既然你现在这么干扣 对不对 会不会我们那时候是好意变成现在来 我敢没钱 小师 几千块我敢没 当初你为什么要送我这台中古的 我现在撞到了 我可能会不会你 小师要负责 事后 诸葛 我就 超倒霉 就跟我之前跟大家分享过的 抬头显示器一样 对不对客人要说 小师 这个我想要装个抬头显示器 那我想客人好相处嘛 对不对 不然送你抬头显示器 就装上去 开开开开 抬头显示器导致 那个电脑错乱 叼掐 小师 对不对 你 你卖我这个烂车 开门都有的叼掐 就殊不知是抬头显示器 的问题 电脑更新好了 就这样啊 所以 不要帮人家乱装东西 其实就没事 不要乱送人家东西就没事 到最后车没问题 都是送给人家东西在出问题 也有送行车记录器送新的 我以前有送行车记录器过啊 办活动 都送新的行车记录器 结果他妈的 客人回来都不是修车 都在修行车记录器 随喜 以后都不要 都不要 都不要 都不要送东西 不要送什么记录器什么 送 送你CD随身店 没有送你闭光店啊 晴雨窗啊 这种东西就好 暴力啊 就我昨天有开直播啊 你们没跟到对不对 暴力啊就是刚好我们有一个粉丝嘛 他当初 去订新车的时候订两台啊 然后就问我 因为他车到了就问我说 有没有要买这样啊 暴力啊 买超定价啦 跟大家分享 这种暴力啊卖出很快吗 我觉得应该还好吧 那超定价的东西 不是每个人都买得下去 我不晓得啦我也没卖啊 我等拍完影片再卖吧 可是 蛮好玩的啦 我昨天开的 开从高雄开回来我的 到目前为止 印象是还蛮有趣的 至于CP值高不高啊 其他的东西我就不晓得 到时候这几天再试看看吧 啊对今天有准备一个问题喔 就是最近就是会有人在问说 这个问题也常在论坛上啊 也很多人提出来问说到底 租车比较划算还是 买中古车比较划算 那其实这个一个基准点喔 上次也是因为这个 我会去看那个好轮的直播嘛 好轮的直播也有讲到这个 其实他这个接入点我觉得还不错 他就说 其实他本来他也在考虑说 他要买车还是要租车 你知道吗 然后后来 他某一天他忽然 问了他朋友 他朋友跟他 他朋友在开这个租车行 跟他讲以后他才想通 就是租车怎么样算绝对都不可能 比自己买车划算这件事情 因为租车店他租你的费用啊 折旧也是租车行的成本 所以他竟然要开租车行来赚钱的话 他的租金势必一定是要超过 车子的折旧 所以 以这个角度来看啊 租车怎么样 都不可能比自己买车 还要划算 好不好 因为他给你的租金也包含他的折旧在里面 对不对 如果今天 租车比较划算的话 那租车行就没钱赚了 他就一直折旧了 如果不是喜欢一台车常常久了 确实租车划算 喜欢一直换车确实租车比较好 当然拥有成本地要长久一点 可是你很难一直换车啊 因为租车怎么租都是那些车而已啊 也很难换到你喜欢的车啊 对啦 不过这个就是 当然你要考虑到你的使用嘛 你如果一个月只开一次 那真的是租车划算 其实有时候有人会 这样子去比 但是你忽略到 这个刚才一 单次去消费 跟娶一个老婆回家的差异性嘛 你有一台车 虽然你要租车位给他放 但你想用就用嘛 对不对你今天半夜 我常常也这样啊 两三点 我跟我老婆行着 我就说要不要去 唐吉河德 冬季 一下 一下我们就车开了就去了 你两三点你去哪里驻车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有车是24小时待命 你随时都可以用对不对 今天女朋友忽然说想要去这个 山上看流星 还是今天这个 女朋友心情好 说 是温泉 赞 车车走 看是要来阳明山还是要来北斗 温庄用的政绩 方便随时待命啊 请问2018年的迪矿380有收吗 有啊里程标太高都有收啊 如果你想要问你的价钱你可以把你的 车子的年份 厂牌车型 新车等级 颜色里程数 传到粉丝专页 稍晚 就会有人跟你联系 好不好 就是我 所以 今天晚上回去体力允许就回 体力不允许明天回你 好不好 这估车的时间可能都会等比较久一点 那如果是要约看车的讯息 通常我们现在上班时间都有小编 所以基本上都会回 那因为小编没有办法 回 估车的价钱的问题 所以 就必须要等我 有空我才有办法回估车的讯息 要不然有些人会去 留言啊 我在那 打电话几次 都没回我 或者是 我回讯息 都没有回我什么什么 那我还是在宣导一次就是我真的 你要估车要卖车的讯息 一定要等我有空 真的有时候会隔一天至两天都有可能 真的啦 这比较不好意思 因为我一定要亲自回 这种价钱的东西小编我没有办法 给他一个教育 教育他说什么车 报多少钱 什么车报多少钱 因为车总太多了 对不对 万一一报错小编要负责吗 所以我一定 势必我要亲自回 所以这个比较不好意思 如果估车的讯息 真的有可能会晚一至两天 就目前我评估起来应该是最晚两天 那如果三天以上有可能这个讯息漏掉了 也是有机会的 因为FB5等一下怪怪 真的 讯息会不见 所以 假设 这个 没有漏掉的状况 两天应该都会回 小四哥现在在等新车想考虑先买一首二手短期的cover有推荐哪一台吗 没有是看预算 其实我遇过很多这个问题 像上次跟我买Type R的那个就是在等车 所以他Type R半年后就会卖 卖还给我 那当然那个是有 有钱的状况之下 当然他可以选这个车 那如果我们子弹 没有那么薄的时候 那你当然是以日系主流车款为主 比如说 我不知道你的预算有多少 我只是举例 你买那种马3 CX3 CX30 HRV 那种超保值 想当然 你短期之后再卖一个转手 也不会差太多钱 那你没有那么多 五六十万以上的这个 这个 金钱预算可以使用的时候那你就是尽量把 车的单价买低一点 比如说你买二十几万的车 十几万的车也可以 十几万车有时候如果太久你也会担心 车子总价越低 你cover这段时间在 最后时间到在卖掉的时候 他的折旧幅度就很有限 十几万是能折多少 你如果买一百万的车 可能你cover个半年 十几万就飞了 要嘛你就把车总选那种非常保值的 洗美 八代洗美九代 FIT不管是二代三代 四代也OK 或者是买一些 马三那种超保值的车 那你预计的到半年一年其实就差没几万 真的就差没几万 一年折没有几万你预计好 晶片继续缺 搞不好还不太会掉价 你如果真的没有那么高的预算就选那么新的什么马三洗美 FIT那你预算低一点你就把这个 单价压低一点买个15万18万20万的车 那一年是能折多少一半好不好 了不起也10万 不可能妈妈开一年那车就报废剩 8000吧 应该不可能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给大家推荐 我遇到很多这种短期需求的 有的是因为疫情回来台湾 想说疫情过又要飞出去 当然他不知道疫情要多久 可是他就是有一个 预计可能一年两年 对不对 这时候选车就有这种美感在 请问小事故的价格怎么到了现场会不一样呢 一定会不一样不可能是以我的价格 因为你一定要看到东西 我才有办法给你价格 就跟消费者 你不可能看小事开价多少钱 你就把全部车网会给我说我买了 因为你还是要得来现场看这个东西 符不符合你的期待 所以我们估价通常 回复之后都会说这个价格是给你做一个参考 那可能还是要以实际的判断为主 那还有第2个状况 有可能有时候报价的时间 跟你来让我们看到车的时间有一段 时间差的时候 那价格一定也会改变 那第3个状况 也有发生过就是 有可能我已经跟你报过价格了 但是呢 你来到店里你没有告诉服务人员说 小事友跟我报过价格 所以店里的服务人员当然他会 当下他觉得 这个车剩下多少钱的价格来跟你做估价 基本上我讲的就是剩值嘛 我如果跟你说50万 你来你到现场估价人员觉得这现在剩45万 那你就可以跟他讲可是你们老板跟我说50万 一定是以我为主 我这个人就是 不喜欢被打脸而已 我一旦跟你报出来的价格是50万 你只要告诉服务人员 可是小事跟我报50万 那不好意思 就是以我为主 就这么简单 那至于风险每个人愿意负担的风险的程度就不一样 所以为什么你一台车你去外面不一样的车行估价会不一样 每个人 想要承担风险的力道 力度 能力都不一样 为什么这台车小事估50 别人估48 因为他觉得 如果超过48 他所需要负担的风险太高了 他不愿意负担 他就跟你说48 对不对 那50我充一点 我觉得这个车 我好像有客人 在找 有在缺 那我觉得 那拼一下 50 跟你拼了 有没有可能 有啊 而且其实整个公司在掌握市场状况 是我 并不是底下这些估价人员 他们也是被动 因为他们没有 像我 一直在接触这些同业 这些拍卖场的一个情况 简单讲看盘的人是我 底下的人通常只是执行业务 所以 他们第一个他们也是员工 他不可能承担太高的风险 第二个 他们对于市场的敏锐度也没有那么高 所以这也是我一直在坚持 为什么 粉丝专业讯息 我还自己看 我要开直播跟大家讨论 我就知道说 哪一些车是 现在消费者在找 哪一些车 现在新车吗 在大甩卖 我们要估低一点 这一些资讯都是我在吸收 我在接触的 所以纵观以上有可能 我报价格跟你到现场价格不一样 是一定有可能 小师合作协力厂代修车 车子会被丢外面风吹日晒云 这不一定啊 再看协力厂的 停车位的问题啊 我们有那么多的协力厂 那每一间协力厂停车子的位置都是不一样的 那可能就是有的 之前有发生过嘛 一个车我就觉得说 我车被丢在一个 鸟不拉屎的地方 那他觉得很生气 那因为我坦白讲 我把这个客户交给协力厂做 协力厂他的 工作的 车位的安排状况 这应该我们是没有办法 管到这么深的啦 他们自然而然会去 要负责这个 车子存放的问题嘛 因为 不只是 我介绍去的客人 他可能还有其他的客人 他要怎么安排 这些客人的车辆 存放跟停放 这个 我真的也没有办法去过 也不会知道 我坦白说 那我们也不会去 当然我们也不会去特别 我的客人你一定都要 停这个室内 正常应该没有一个 车行会去 做这件事情 那我不知道消费者会不会有这样 的消费者 就是你去修一厂修车说 我车放在你这边 你不能给我乱停 你一定要给我停在室内 我是不知道会不会有这个车 这样的客人 我是不晓得 但至少我是还没有停过啦 我坦白说 所以呢 他要丢在什么地方我不晓得 但站在我的立场 我就觉得说 很简单嘛 这个今天我们去外面的修理厂也一样嘛 我的车交给你修理 你如果今天给我丢在外面 车子被破坏了 那你就是要负责 我觉得就是这么简单而已嘛 我觉得是这样子啦 正常来讲的话 对我来讲 我觉得我是会用这种方式 因为 我也不曾去跟他讲 我的车 你要帮我怎样怎样 今天讲来天 我的马萨拉蒂要留在修理厂 我也不会去跟他讲 你一定要给我停室内 很简单嘛 你把车被干走了 我就是修理厂负责嘛 你就负责吗 把我车弄回来 不然你就赔我钱嘛 就这么简单啊 因为我车丢给你就是要进保管的责任嘛 那至于保管的责任 他是要丢在哪里保管 这个 我不会晓得 有些客人他就会觉得说 为什么把我车丢外面 如果今天我的车 东西被干了怎么办 所以就 这之前有发生过 他就很生气 因为 可是有时候这个客人会这样嘛 因为这是如果嘛 代表什么 没有发生嘛 那你要去 很深入的去 讨论如果的问题 那其实会很累 因为 就没有 发生 那 我也只能跟你道歉嘛 不好意思 把你放在 你觉得 很偏僻或是很不好的地方 风吹日晒雨淋 很抱歉 还好车目前是 也没有 被偷东西或被破坏 那客人会很生气 如果有 就会变成一个空集合 所以我们也只能一直道歉 说不好意思可能这个 修理厂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安排停车位 我们也不会没事去管制这种东西 说你车要一定要把我的客人 停到哪里 不会管到那么细 坦白说 大家晚安 下周见 拜拜 大家晚安